带铜胚烧至铜红 掌炉的师傅用铲子将铜胚铲除 放在电锅炉前的平台上 这时打铜的师傅用钳子夹住烧红的铜胚 放在自动空气锻造锤下 对铜胚进行锻挡 这是制作石鹰铜锣最基本的一个步骤 现代化的设备 大大提高了打铜效率 只需一人就能独自完成断纳这一工序 但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铜锣厂所有的制作工序只能依靠手工 人工锤打成为当时制作铜锣的主要方式 文化大革命时期 铜锣因其特殊的生下 成为了召集人民群众参加活动的最佳工具 铜锣厂也因此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 全国各地的订单量猛增 初当锤工的黄瓶水和弟弟黄火轮 却为此吃尽了苦头 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锤打 成为了兄弟俩学徒时期的唯一记忆 最早的时候我附近的时候一天就打最多就打八遍 八遍就十五间一天一早上最多一天不可以敲三几间 三平不会敲三几间 现在空气队一天要打什么都打三百多间 几乎一个年两个年就可以打三百多间 过去要至少要五个年 五个年一天才可能打三几间 现在两个年就可以打三百多间 经过数次的断打回炉 铜胚便基本锻造完成 将锻造完成的铜胚放到模型机下 借助自动裁剪机器对铜胚进行裁剪 裁剪出内径八厘米 外径十一厘米 厚度约一毫米的帽形铜锣 这便是所谓的定型了 过水 制作石阴铜锣不可缺少的另外一个步骤 将定型后的石阴铜锣放入盐水内进行冷去 再放入火炉中烤红 烤红完成后 掌炉的师傅便会将铜锣再一次放入盐水中进行冷去 如此一来 铜锣变得更加坚固 不易损坏 初步成型的石阴铜锣外表并不美观 因此还需经过抛光这一个步骤 将定型后的铜锣固定在抛光设备上 利用错刀等工具进行抛光 抛光后的铜锣纹理更加均匀 色泽也更加光亮 然而此时的铜锣发出的声响并不符合南音演奏的标准 那么怎么样才能让石阴铜锣分别发出十种不同的声响呢 定音 石阴铜锣锣缎造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每次定音 黄瓶水兄弟俩都会和定音师寻找一处安静的地点 因为定音需要在十分安静的环境下才能够进行 当定音师傅用洞销锤响某个音调时 黄瓶水兄弟会不断敲打铜锣 确定铜锣发出的音调是否符合 如果有不符合音色的铜锣 它们会用铁锤和铺刀在铜锣的中央或边缘不断打磨 直至铜锣发出的声音与动销的音色丝毫不差 最后在铜锣上标注相应的音符 定得过